一项很少公开露面的前政协主席李瑞环10月7号出现在公众视野 身旁还有其他现任高官陪同 8号李瑞环再度现身 媒体纷纷提出观察与分析 有分析认为李瑞环现身可能是为打江挺湖制衡江派的18大人事布局 也有观察认为李瑞环的出场揭示了江泽民现身的谎言 下面请看本台记者所做的分析报道 在2012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决赛现场 中共前领导人李瑞环 由现任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和北京时代市长王安顺陪同观赏了中网决赛 中心社还公开报道了这则消息 紧接着人民网8号报道 李瑞环5号为南开大学哲学院重建50周年提词 有分析认为 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引起中共政坛震荡 最近各重量级人物纷纷出场 可能有压阵的味道 也有观察指出 中共各派势力为了展示各自的政治影响力 而在18大前纷纷出场 香港媒体曾引述北京的消息报道说 今年新年过后不久 李瑞环在与胡锦涛的一次聚会中 曾给胡锦涛提出平凡六四的建议 香港杂志前上说 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和李瑞环 曾就18大人事一案罕见的发生 支持胡温主导18大人事布局 出手帮胡锦涛一把 据了解 李瑞环当年激流涌退 为中共高层立下七上八下的规矩 也就是67岁可以留任政治局委员 68岁则必须退休 这也让留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特别尴尬 只是评论员夏小强表示 党内元老在此事公告露面 不仅仅是显示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更主要的是显示对胡温习的支持 特别是在现在的政治背景下 18大即将召开 胡温习联手强力拿下了薄熙来 矛头直指周永康和江泽民 江派势力面临全面被清算的处境 在18大前正在利用残余势力 私事搅局 李卫环的高调亮相 也是在向全党表明一个姿态 胡温习阵营已经取得了胜利 据传9月22号被称为火死时的江泽民和 夫人王也平在国家大剧院欣赏了李兰青编剧的音乐剧 微博上还贴出江泽民等人观看演出的相片 这是自今年4月17号 传说江泽民在北京接见美国咖啡集团总裁后 再次传出江泽民的相片 网络作家吴建国表示 江泽民两次亮相不仅没有媒体报道 而且在网上流传的照片也有很多破绽 这个很显然就是江泽民是想搬江泽民出来稳定他的队伍 因为这个时候过去那些跟随 他们的跟随者很可能弃江投服或者是投袭 甚至会落井下石 揭露出一些江泽过去的罪行来求的自保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是那个老奸巨罚的曾俊宏 他也很难办 他所以就想出这个造假的笨招 另外夏小强还表示 在证明江泽民现身国家大剧院是假消息的同时 江派搬出江泽民 也向外泄露了江派的真实情况 北京的消息称 曾经红 李长春等把江泽民搬出来 主要是为了装扮镇压法轮功的血债派 还很有政治实力 试图进一步欺骗党内各级官员 为了保住周永康在十八大前的权位 他们搬出江泽民试图是稳定军心 让人误以为江泽民仍在中国政局中发挥作用和影响力 夏小强进一步分析 薄熙来和周永康等迫害法轮功的血债帮面临全面崩溃 因为目前世界各国政府和主流媒体都在关注薄熙来等血债帮 涉及活体摘出法轮功血缘器官和贩卖尸体等罪行 薄熙来的总后台江泽民和曾庆红等也即将被清算 夏小强说 李瑞环的出场揭示了江泽民现身的谎言 江派残余势力通过制造江泽民现身之类的假新闻 是一种无奈的自保反应 是一种无奈的自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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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